來關心法國社保 比蘇海灣 大約有幾十萬隻海底 一隻生團 雖然當地市民是不去抓海底 但是有時候在土海 爬王愛時 也是不適合去海底調香 為了要保護這些海底 法公政府現在是下令 要完全禁止抓魚一月 但是這個禁令 也影響當地人的土壇 他們去空氣 在法國比斯海灣的港口 哪路市的港 所有魚準都停在港口 沒人出海抓魚 因為法國政府下令 自今年一月二月開始 一直到一月二十號 比斯海灣全民禁止抓魚一九月 目的是要保護當地的海底 法國社保的比斯海灣 差不多二十萬隻海底在這裡生完 但是根據海洋生態研究團隊 CIEM的調查 法國大小的煙煩 每年都有超過高清隻海底失望 他們有的是魚面在抓魚 的時候不小心到地去抓到 有的是去讓魚蜂子停掉 然後死去 因為情形很嚴重 東部團隊這幾年來一直抗魚 法國政府只好暫時 竟然在等到八公子 以上的魚準 在比斯海灣抓魚 這也是尊重 日出世界大戰以來 法國政府頭一次選擇這種禁令 他們去當地的魚面 非常大的煩惱 根據統計 差不多有四百五十隻魚準 因為這項禁令 沒辦法出海抓魚 除了魚準以外 受到影響的還有當地的魚蜂 靠魚蜂探測的人說 他們不會為其他所在進會 決定要跟拉路四個港的魚面 到底面對這個難關 所以最後一塊魚肉賣完之後 就要準備漸食收檔 法國政府表示 時是禁令的這一個月 會提供魚面 因平時收入百分之八十 至百分之八十五的補償金 當時魚仔加工的工廠 跟其他相關三驗 也能拿到營業經驗百分之七十五的補償金 雖然不知道這項禁令 到底能夠發揮多少的效果 但是東部團體強調 就算面對很多反對的聲音 也一定要打出正確的第一步 採取行動來保護BizKaiwan的海地 記者 甘明年邊有